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老大 收尾您带来的 DOTAL全英雄攻略第一视角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期节目呢 对吧 大家看标题就知道了 并不是来自于职业选手 而是来自于咱们的一位观众啊 来自一位超凡入胜的观众 那么他在看完了这节TI以后呢 也是去学习了一下 这个9他的中南海民 然后呢 他学完了以后 给我发B站私信啊 跟我表示说 这个9神的海民 他也不是很难学嘛 对吧 一学就会 一用就超神 对吧 一用就超神 所以呢 也是给我投稿了一期 那我一看 既然这位观众觉得这个好学 对吧 好学又好用又简单 又粗暴 所以我呢 也就直接的给大家去拿出来做一期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就是当这个 我们去为什么学习一些顶尖的玩家 他的一些特殊英雄以后 为什么我经常会给大家做这种比较特殊的英雄 和一些比较套路化的出装 就是因为他真的好用 他真的好用 学了就能上分 是吧 那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那么顺带一提的就是 这场比赛 我们的这位观众呢 他的前期加点 并没有像有一些比赛里边 就是Nine采取的那种一二对点 也就是冰墙雪球对点的那种思路 他采取的思路是一个相对来说 更加的平均加点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就是前期我都有 然后需要用的就有 这边屠夫的这个勾是被队友里边给挡住了 那么海鸣过来以后呢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去拿一个一鞋 看来是没有机会了 对方来的人有点越多 而且屠夫的第一个勾并没有勾到 所以也是打不过对手 那就选择先撤一下 神伏方面的话 屠夫这里空到一个 然后上路的神伏是被对方的虚空给空到了 然后下路这边是被风行拿到了 对方呢是一个三伏加一雪的开局 还是非常顺的 那海民中路队的是一个 这个 死灵法 死灵法 然后顺带说一下 就是有些观众可能因为平时看职业比赛 看这个巅峰局看多了嘛 就觉得 颠峰是颠峰吗 看这种顶分局看多了 然后觉得 超凡是不是分数低了一点 其实不用到超凡 不用到超凡 就是只要到达这个 这个票了 这里直接一个兵墙 然后呢 截住对手 捕捣刀 然后再开几个摔角行家 追着对方一顿爆锤 直接把对方的死灵法 消耗掉了三分之二的血量 那其实你的分数只要能够到超凡入胜的话 你就已经超过了95%的玩家 不是超凡入胜 只要达到这个万古流芳 万古流芳 然后星级稍微多一点的情况下 你就已经超过了95%的玩家 你到超凡入胜以后 基本上可以超过97%左右的一个玩家了 97到98左右的一个玩家 然后如果你再往上一级 对吧 那么你就可以超过99%以上的玩家了 所以呢 即便是超凡局 其实也已经是非常非常高分的一个局了 它也是有足够的代表性 而且这个里边的玩家绝对没有菜鸟 那种买号的除外 当然那种买号的 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是见不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买号的人 他其实买完号自己是不怎么玩的 玩的不多 他要为了 他也知道自己玩只会掉分 所以他买完号以后 他会留着这个分 然后呢 用来去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吹吹吹靠来用 那么这场比赛中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海绵 在前期的一个对线 补刀基本功 还是相当不错的 死灵法 这一波死灵法有点大意了 看一下海绵 吃一下瓶子 把自己的蓝量补起来 一个冰墙拦住 然后再追着锤一下 不过这一波对方是提前往回 开始转头 提前转头的话 这样的话少挨了这个海绵 一到两个平A 那么没有让海绵找到极尾击杀 但是呢 由于海绵一直在中路 压得非常非常的紧 没有给这个死灵法 太多正反补 然后利用自己被动 来回复的机会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哎你还不走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直接利用磕瓶子 把蓝量补回来 然后再追着两个 平A拿到一个单杀 这个呢 对方的死灵法 其实就属于是前期 有点瘫 那这种就属于有点瘫 如果不瘫的话 正常的情况啊 死灵法 他的滚雪球应该是 保证自己的血量 在三分之二以上 然后不停的利用正反驳 来进行一个无限的续航 来进行这种消耗型的一个滚雪球 但是这个死灵法 他自己血量下了一半以后呢 稍微有一点 稍微有点瘫 他想着是 我就依靠自己的一技能 再加上这个被动 来把自己的血量给补起来 不去依赖运补给 或者说我多去出一两件属性装 来在中路去强行战线 结果导致被这个海民抓住机会 利用瓶子的回栏 凑够了两次 三个技能都有的一个机会 完成了一波击杀 在四级的时候 海民选择加了两级的一个被动 加了两级的被动 然后这个位置的话 海民不知道在做什么 我从他刚才鼠标点的这个位置来看的话 看起来像是在点举报 因为他刚才的这个鼠标 是在这个区域活动 如果他的鼠标是在这个区域活动的话 应该是在屏蔽 但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点的话呢 这个感觉更像是一个举报的位置 不过其实 现在的屏蔽加举报 好像也是在这个位置 那刚才他在干什么呢 难道他是一个 这个左右对调的 然后商店在左边的一个玩家吗 这个不知道啊 不知道 我没有去测试过 那么这一波在海民到五级以后 我们可以注意到现在两级的冰墙 一级的雪球 加上两级的一个摔倒航家 然后呢 空一下四分钟下路河道的神符 都回来 又正好看到了一个赏金神符 直接把这个赏金神符也给他吃掉 身上呢 现在是一个草鞋 一个补刀补瓶子 加一个魂类 还有一个小树枝 然后看了一下自己队友的位置 这个马西已经过来了 我先给上一个冰墙 假装在这补刀 骗一下你的走位 然后就在你往前走的时候 这个时候马西从侧面准备 找到机会了吗 马西 马西这场正在吗 准备往这靠 好 马西准备兜过来了 看一下海民的技能 现在海民应该是在 还在等他的冰墙的CD 就要等一个冰墙 然后直接一个雪球撞上来 冰墙截住 然后马西走过来以后 蹬墙跳 踩住 过肩摔升回来 摔倒航家开起来以后 两个人开始合击对手 这个五级的死定法 然后再加一轮合击 我再最后一品味 直接A死 完成了对对方 二营长 尼泰阳的意大利的炮 拉过来 这位玩家的一个击杀 这个死定法 这一波 他就是贪 就是有点贪 他一个是贪前期 另外一个就是贪 这个没有去加二技能 追求这个 一三技能的一个发育效率 而没有选择去加这个二技能 当然有观众可能会觉得 这个死定法是不是有点弱 其实真的不是 其实真的不是 这个九头就是有点贪 贪这件事情 在DOTA2的这个实战当中就是这样 你贪成功了就是特别的秀 贪不成功就特别容易被那方滚雪球 而且越是这种顶分局玩家 越容易出现这种贪的情况 那其实就是贪到最后 贪出来一个 你自己摸索出来的最合适的 这么一个情况以后 那么你就可以去拿到一个很高的胜率 绝活英雄都是这么贪出来的啊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他这个贪特别差一样 在六级空到了一发隐身神符 看了一下中路这个满血的死灵法 感觉好像不是太好动手 我就直接去吃一个隐身符 然后往下路走 另外就是刚才他往中路走 然后吃隐身符的这个动作 会让人误以为他是 如果对方有眼 会让人误以为他是在往中路去 但实际上我是来下路到第一个大拳头 我走你直接一个大拳头 轮飞对手的杀王 完成这波击杀以后呢 往回撤 假装我杀完了 这波我不打了 对吧 我虚晃一枪 我停在这不走了 因为晚上的事业很小 我等一下自己技能的CD 因为他现在大招的CD是20秒 雪球21秒 寒冰碎片也是20秒 所以这个时候 只要其中任何一个技能CD好了 就意味着其他所有的技能都好了 我虚晃一枪 我又回来了 雪球滚上来 我一个大拳头再带走对方的一个风行 开启摔掉航家 我再A两下对手的一个拉比克 这波拉比克没有的A死 对方死刑法跑到了下路 支援一下 因为下路这边打起来了比较热闹 所以他选择支援了下路 这个时候海明选择是回到自己家的 这个赏金神符这块 把赏金神符一刻 我又回来了 我又虚晃一枪 对吧 虚晃两枪 没开二度 然后紧接着 我这个时候看一下蓝量已经够三连了 那我直接冲上去就是一个雪球 然后一圈轮飞 再加一个平A 我再一个平A A死 队友的一个摔角 队友的一个过肩摔 摔完了以后呢 我这边摔角航家还没有结束 再A两下 我再给上一个冰墙 完成双杀 下路这一波 我直接就是一个起飞 数据瞬间是来到六杀零死零入攻 那么前期中路杀了对方的死零法两次 然后呢又再下路杀了对方的一次 死零法到目前为止 这个开局也是非常的不顺 已经是0-3了 但是呢 这场比赛这个死零法 补经济补的速度 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怕 这个待一会儿 大家随着比赛进程的发展 就可以知道了 他那个补经济的速度 真的快的离谱 那么在这一波击杀以后呢 我们的海民是吧 就发挥出来了 他这个大招CD极短 然后配合三技能爆发极高的这个特点 在下路完成了对对方四个人的一波击杀 拿到了六个人头 现在整体 人都说团队方面的话是8比3 除了海民这个点的经济比较出色以外呢 其他人的经济 其实是目前这个阶段是比较接近的 有意思的是 对方的拉比克经济又是比沙王要高啊 这个沙王这样比赛在下路 看来日子过的确实是比较紧 阵容方面的话呢 其实天规方的这个阵容也是比较高啊 大哥为了屠夫 中单的海民 加一个三号位的谜团 会给人一种输出不够的感觉 就是游戏的中期可能会输出不够的这个感觉 那么一般来说的话 遇到这种就是阵容明显中期的爆发可能会不太够啊 或者是说持续作战能力比较一般的这种阵容的时候 我们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方法来解决呢 很简单 我们直接在中期结束比赛就完事了 对吧 我们前期把对方打爆 我们直接把他们打烂 打烂了以后中期结束比赛 然后直接加30 我不考虑后期的问题 不要想着跟我拖后期 我不跟你拖后期 我就前期把你打爆就完事了 一般上路看打起来了以后呢 海民一张TP想往上走 结果发现队友这边已经足够强势啊 这个谜团完成双杀 离海民过来 我A你一下我一拳轮飞轮飞以后呢 看一下这个位置 不过这个兵线啊 对方的死刑法可以去拿到几个正反母 血量又可以起来一些 但是你回血的速度是没有海民的这个大招CD赚的快的 所以这波对方的死刑法也是非常激进 清完赶紧清完兵线赶紧跑 因为如果再逗留一会儿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海民的技能CD已经赚好了 一般来说的话 海民如果前期你加了三技能的话 那么你的一套连招的总蓝量消耗 大概是在400左右 大概是在400左右的一个总的蓝量消耗 因为一个这个 不是400 350左右 不是400 是350左右 所以你只要留够了350左右的蓝 就绝对是够你一套这个所有技能全开的 他的兵强是100 然后剩下三个技能都是在70多 70到80左右 所以大概你留出来350左右的一个蓝量就够了 一般来说的话300出头 然后你身上有个魔伴也可以 有一个魔伴有几口能吃也是可以的 对于蓝量的计算呢 如果你愿意记得特别细致的话也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这个海民这个英雄 他每一个技能的蓝号都是固定的 都是固定的 所以一般来说我自己习惯是记一个大概 包括我用所有的英雄都是这样 记一个大概 来这边过来以后呢 再加一套组合拳直接秒掉 漂亮 这波把对方的这个死刑法又是直接完成一个击杀 那么打完这波以后 现在海民是来到了九级 马上能升到十级 十级以后的海民 就可以迎来自己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就是十级天赋 左侧的0.5秒海向神圈的悬泳 可以让海民再多A出来一发带着摔角行家的平A 这个多一发平A的伤害 跟少这一发平A的伤害 差的还是蛮多的 然后身上的装备呢 先出一个橡胃鞋 然后补一个 这个 这个叫叫联银战刃 然后呢 身上带一个减甲球 减甲球这个东西可以早一点出 其实可以早一点出 这个无所谓 那么出完减甲球以后 下一个装备 不用想就是出完灭 也不要想这么多有的没的 直接出完灭就完了 然后前期的话呢 对于海民来说 比较好的一阶中立生物 最好的装备 应该我个人能想到的 就是臀杆和扫帚柄 这两个道具应该对于海民来说 都是最好的两件套 当然有的时候 你拿一个追击之矛也很好 因为追击之矛 这个东西对于海民在前期的一个抓人 提升还是有一些的 但是呢 追击之矛这个东西对硬度来说 没有提升 像海民这种 时常需要冲进去的英雄的话 这个 屯杆这个玩家家的全属性 或者是扫帚柄家的护甲 都是比较有效 所以一般来说 前期我推荐带这两个道具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带去追击长矛 如果也没有 那随便了 那就随便了 这里发现一个小可爱 滚上来 我一拳轮飞 然后再开上一个冰墙 截住我一个平A 直接A死 你还想跑 我这边开着摔脚行家 满级摔脚行家的增伤 那是跟你开玩笑的吗 对不对 直接95点额外伤害 还可以享受暴击 这个技能就非常的离谱了 需要注意的就是 在刀台二当中 有一些技能的判定 它的这个判定方式 是不太一样的 你像那个米波的 这个米波的那个被动 米波的那个洗劫 那个技能 它A一下相当于是 两次攻击判定 所以它破折光 这种东西的话就很快 但是有些技能的话 我记得海民的摔脚行家 它算一次攻击 它只计算一次伤害 所以呢 它是可以融入到 你的攻击力里面 来计算暴击 但是呢 它对于像破折光 这些东西的话 就没有额外的速度加成了 这个海民的经济已经是来到6100 可以看到这个海民的游走 海民这个英雄打中单最大的优势 就是他的游走成本真的太低了 他所有的技能CD都是在十几二十秒左右的这个阶段 满级的摔脚行家15秒 满级的雪球15秒 满级的碎片14秒 满级的大招只要10秒 二级大招就15秒 换句话说 海民这个英雄在拥有二级大招的时候 他所有的技能CD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把它都理解成一样的 这里一个冰墙开视野 然后滚上来 我再一个大拳头675 一下秒杀直接带走对方的风行 已经开始把这个游戏逐渐玩成了一个恐怖游戏 那这样比赛海民在十几的时候 没有选择去加天赋 而是选择再又增加了一点点自己技能的等级 这块看到了对方一个小可爱 先给上一个冰墙 然后呢 变雪球滚上去 直接撞晕 我一拳轮飞 这个地方对方的虚空给了一个大招 没有杀掉 那这关有点尴尬 我开个相位鞋 但是好像移速还是不太够 不过对方的这个虚空 开一下谜团大招 拉住两个人 Nice 屯杆开起来以后 我先往回撤一下 这里队友的技能CD都赚好了 我先找一个机会 对方这里偷了我一个海象深圈 还想跑 冰墙直接截住 雪球滚上来 一个平A直接带走 甚至还是开始摔掉航家 丝毫不省技能 打完这波以后 这个海滚已经是来到了 九杀零四两助攻 14分半 你不得让我超个神吗 小沙王 看我这波准备 技能的CD就快好了 冰墙先别着急给 这个冰墙可以待会留着 用来去收尾用 那么雪球 要不要先滚一下 雪球滚起来 我一个大拳都直接轮飞 拿到超神的杀戮 14分46秒 这个超凡局的中单海民 虽然是临时学的 对吧 现学现卖 但是仍然挡不住 我14分钟超神 打完这波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海民的经济 已经是来到了7259 补刀方面的话 15分钟就74刀 非常的少 非常非常的少 他的这个补刀 现在在全场 大概只跟海民 只跟这个 谜团并列第四位 但是他的经济 遥遥领先 对吧 十个人头 两个助攻 没死过 哎呦 对方这里有一个小虚空 那么看到这个 小虚空以后 先不要着急 因为视野不太好 而且现在蓝量不多 没有办法打出来 自己的一个 全部的连招 如果要打全部连招的话 需要去吃魔霸 在对方家的野区 蹲了一会儿 然后呢 画了一个线 知道对方的人 是在比较靠上的 那个位置 但是比较靠上的 那个位置的话 现在对方的二塔还在 如果你去贸然进攻的 那么深的话 比较容易被对方包围 看一下这一波 这里海民 选择是一个TP 踢到上路 准备过来去支援一下 不过迷团已经被带走了 看看有没有机会 去击杀一下 对方的小脆皮们 这里有一个虚空 看到虚空的位置 准备找一个位置 变雪球 对方的虚空撤回去了 撤回去了的话 因为现在还没有跳刀 没有跳刀的话 没有机会 这个地方 如果你盲目的 去直接变雪球 过去有可能 被对方的虚空往回跳 然后直接拉到对方 所有的英雄阵中间 被对方围剿 所以选择理智的 等待一下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 他刚才在等自己的 这个暗灭 应该是在等这个暗灭过来 想要拿到暗灭以后 再秒人 这样能增加一点层数 打完这一波以后 现在人都说21比4 那大家可能会说 又是一个碾压局 但是这种碾压局 是咱们的主角 带节奏带出来的 对吧 所以这种碾压局 他就完全可以去 放出来 给大家来学习使用 以及观赏 对吧 以及观赏 那这一波呢 自己的队友冲进去以后呢 由于对于对方的战斗力 估计不足 让对方打了一波 零换二 打完这波以后 海民藏在这个树林里面 等一下自己的蓝量 现在这个蓝量 确实还是有点不太够 想要进攻的话 这个魔棒必须要都吃了 然后呢 这里扔一个冰墙 看一下对方 有没有做防守眼 这个高台上 是并没有防守眼的 但是 现在只有海民自己一个人 也没法继续进攻了 选择相往回撤一下 都回到中路 那么买两张TP 让自己的小鸡 给自己稍微运一运 中路 这个拨冰线过来 扔一个冰墙 稍微收一收 两下 直接一个平A收掉 把这个冰线全部清了 清完了以后呢 海民的下一个进攻的方向 就应该是准备要往下路 去找一找人了 继续在上路 没什么意思 对方对于上路的 这个防守和针对 已经成功的 在这个上路蹲了两拨了 再去上路的话 没有太大的意思 直接转去下路 看看找一找机会 另外呢 就是在暗灭有了以后 马上要赶紧去 击杀对方几个英雄 对吧 刷一刷对方的英雄 然后做出来跳刀 没有跳刀的海民 他是不完整的 有没有跳刀 对于海民来说 这个秒人能力 真的差的很多 哦 这破误了 发现对方的一个杀王 有没有反引 看到了 哎呦 我直接一个雪球 把你滚死 甚至省了一个大招 三技能 这波开起来稍微有点亏 浪费了70点蓝量 海民这边 现在851的一个存款 跟着自己的队友 直接开始进攻 去推对方的下路二塔 你看这个就是 现在这个高分局的节奏啊 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现在这个高分局的节奏 就是我稍微有一点优势 我就开始去抱团 跟你开团 去打这个防御塔 也不害怕输 就现在这个是真的变了 以前大家在进攻的时候 大多数时候 这种阶段 都是我试探性的爆团进攻 如果对方采取防守的思维的话 我就撤退 我就不推了 我就撤退 哎 这边看一下图佛 蹲到了对方落地的一个杀王 但是海民不适合去那边 海民现在没有跳刀 去那边的话的 不太好打这个位置 所以选择还是继续 蹲在这个高台上面 等着对方从这个高台上过来支援 看到对方的一个虚空 直接变血球滚过去 然后一拳轮飞 再接一个冰墙 直接带走对方的虚空 但是打完这波以后呢 自己也是被对方的死灵法 一个斩 这也斩死 40多秒的复活时间 我们这边稍微加一点速啊 对吧 这边还要打吗 没有海民 屠夫这里勾上来一个对方的拉比克 咬死 咬死以后 正面这场这里 巫妖扔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大招 这个大招扔得非常的不错 加谜团的一个大招 把对方所有的人全部都吓跑 然后这边能不能再谈一下 对方的死灵法 没谈到 不过问题不大 巫妖这边最后给了一个no 直接完成对对方死灵法的一个击杀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死灵法的经济 注意一下这个死灵法的经济 屠夫这块的一个勾 并没有勾中 对方明显也是一直在躲这个勾 那么这波没有能够完成击杀 我们这里稍微加点速 让海民尽快的复活 你看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虽然说海民第一时间死了 但是队友的反打 这个相较于以前版本 大家对于这个DOTA2这款游戏的一个理解 和方式来说 就完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就是大家发现 我并不是说第一时间被你秒了 一个主力位 我就不能打 我仍然可以打 只要我后边的这个伤害 能够去秒掉你的关键点 我就可以继续打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队友 还在下路跟对方在对拼 还在不停的去寻找机会 这个就是 这种顶尖的职业比赛的 顶尖选手对于游戏的理解 所带来的对于 整个玩家群体的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真的挺明显的 在这次TI之后 我给大家找这个视频素材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种顶分局 大家明显比以前忙了非常的多 就不像以前那样说 我还要刷出某个关键桩 然后我再去跟对方开团 或者怎么样 那根本就没有刷关键桩这件事 什么是关键桩 对吧 三个系带就是关键桩 猎营战刃就是关键桩 魔龙枪就是关键桩 根本就不是什么5000块钱的装备 没有 对吧 我就拿着2000块钱的装备 就已经是大件了 看下这波海民 先找对方的脆皮 这块有一个对方的风行 隐神服看到了对手的一个虚空 我先把你的虚空给你秒了 秒完虚空以后呢 找一下位置 一个兵枪扔上来 平A带走对方的风行 完成一波双杀 打完这波以后 现在海民身上是没有任何技能的 开着相位在追对方的一个拉比克 这块没有下路一塔 所以我这边跳刀过来 一个平A 两个平A 摔角航家开起来 一圈直接送到完成三杀 根本就不跟你废话 这块风行的一个捆 捆过来以后并没有捆到 你再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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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变雪球过来以后 掀一个冰墙 截住一个平A 两个平A 开启三技能 一圈轮飞一个小朋友 那这块沙文过来 给上一个穿刺 加上一个沙尘暴 我果断的就是一张TP 你们看我的血线好像不高 我有2200的血上限 打完这波以后 一张TP深藏功语名 来到了11300的经济 16杀一死四助攻 但是大家注意对方的这个死灵法 你看这个死灵法多有钱 就对方这个死灵法 真的其实玩的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在补经济的这个能力方面 真的有点厉害 那前期的时候 其实非常的不顺 这个死灵法 但是这个经济补起来 也是非常的可怕 我看一下他出的什么状态 这死灵法出的是一个灰药 飞鞋加上一个灰药 难怪打线这么快 我的天哪 海明过来以后 身上有跳刀 过来以后 一个大拳头 直接轮飞对方的远程兵 远程兵满头问号 这个海明之所以过来摊一下 一方面是赶紧秒了 这个远程兵赶紧跑 另外一方面 他现在快升18级了 所以也是比较摊这个经验 快速的利用自己的技能把兵线清了 能拿到的钱就拿 拿不到的钱也赶紧清了就跑 他现在主要要的是这个经验 想尽快的去升到18级 因为18级以后 这个海明10秒钟一个海象神拳 这个400%的暴击伤害 跟现在这个三倍的暴击伤害 就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海明大家看到过玩中单的 但是没有看到过打一号位 或者是打三号位的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中单的海明升级快 他可以更早的达到自己的6级 12级和18级 那么他的这个暴击对于对方 就是一个击杀的威胁 而不仅仅是一个说是一个高伤技能 如果你打边路海明的话 你的等级不够 你的这个大招的等级不够高 你的暴击倍率不够高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是原来一拳 中单海明能把对方秒了 你只能打掉对方 三分之二左右的一个血量 然后对方就把你反杀了 这个区别就主要是在这儿 所以大家玩海明的时候 你可以没有多少钱 但是你等级一定要够 清线一定要清得快 而且一定要清得果断 这儿过来打一个肉杉 有对方的这一根穿云剑 可是够准的呀 风行的这一根 这一根穿云剑 直接把肉杉给秒了 那么这样的话 肉杉的钱是到了对方手里面 然后海明这里拿到肉杉盾 下一个装备 他准备是直接去出龙心 那关于海明出完跳刀以后的 下一个装备的话 出什么 其实目前没有特别好的一个万能出装 有些人可能 哦 这里直接滚上来 然后突破 咬住拉比克 举了一下 我一圈轮飞 你直接带走对方的风情 让你刚才抢我肉杉 我让你抢我肉杉 那我个人推荐的话 就是海明在出完跳刀和这个暗面以后 如果对方的小控比较多的话 那么出BKB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万金油的选择 当然如果你想打的极限一点的话 就像这场比赛这个海明 他选择去出龙心或者直接去出力量跳 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 海明不太需要去出智力跳 他就出力量跳就可以了 力量跳或者是龙心 这些装备就行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去做一些这种 就是我刚才除了我说的这个BKB之外 其他的东西其实海明并不是很需要 这边跳过来一圈轮飞 这波的伤害并没有直接秒掉对手 主要是因为这是一个虚空 虚空的话护甲比较高 对吧 海明扔了一个兵墙 然后跟对方要击个掌 但是对方的这个沙王直接跑了 沙王虽然都埋着沙子 但是为什么要跑呢 他也怕对方这时候突然间过来 一个带着反引的酱油 对吧 然后他就被海明一拳轮飞了 17沙 一死五助攻 25分钟 这个海明大家可以看到 他这个补刀数 25分钟只有122个正补 非常非常的少 这个对方的死因法 已经是比他高了一倍的正补了 有240多个 而海明就122 看一下这海明跳过来 变雪球 滚上去 我一拳轮飞一个小朋友 你看这个就是三级大招的效果了 二级大招是秒不掉风情的 但是三级可以 对方阿拉比克这里举一下 海明直接丢一个冰墙 对方的死灵法上来 一个斩 漂亮 这里直接是一个薰灵刀 加上一个斩 斩死海明 但是海明身上有盾 复活了以后 跳刀直接开溜 你这个沙王还敢跟我 面前阴阴狂 被我走你直接一个大拳都带走 那对方的虚空这时候大招照住 但是呢 大家注意一下海明的血量 他有3165 根本打不死 这边没有打死 海明也是撤回来 撤回来以后 等一下自己三级大拳斗的CD 然后呢 在这里去打一打 对方加的野怪 再等一等对方 看看还有没有那个不怕死的感露头 蹲在这个树林后面 看自己的队友在这边清兵线 打完这波以后呢 海明回到上路 再把这个兵线稍微清一清 给自己打一点钱 让自己赶紧把这个龙心出了 小鸡先把配帮买了 买完了以后先送过来 然后海明自己在前面继续去清兵线 用冰墙加雪球 因为他的天赋里面并没有选择在二层 加这个雪球伤害 而选择加了一个更加稳妥的325生命 所以他还是做不到一个冰墙 加上一个雪球 直接去清掉冰线 还是需要补平A 对方拿到自己的龙心配方 然后呢还差一点点的钱 就可以做出来自己的龙心了 有龙心以后的海明血量 大概可以达到3500左右 就是加上这个15级右侧的天赋 而且现在海明快到20级了 20级对于海明来说的话 也是一个质变的等级 海明的6级 12级 18级和20级 这几个关键等级 都是给他直接增伤的关键等级 所以呢 就是当你差一点点到这个等级的时候 如果你有条件能刷一小线的话 就刷一小线 但是像这波对吧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队友已经打起来了 那这拿人头的机会 我怎么能放弃呢 我直接先跳过来找你这个小可爱 我一拳轮飞你 但是好像第一下没打死 不要紧 谜团过来以后 直接把对方两个人摁住 然后我追着对方的这个 拉比克 就是一顿爆锤 然后这个时候再往后 等一下对方虚空往回跑 结果虚空根本没扛住 虚空并没有坚持到 这个 哎 这是一个小可爱 走你 一个双杀 看到了对方的风行 在这个地方偷偷带线 而且只有半血 那我岂能按捺住我自己的杀心 跳刀过来就是一拳 直接把游戏变成恐怖游戏 打完这波以后 海民直接开始往上路 大家跟自己的队友一起汇合 不过身上的蓝量并不是很多 空了一个隐身神服 吃三口瓶子以后呢 大概能有个300蓝左右 能有个300左右的蓝量 那么这300左右的蓝量的话 基本上就够了 因为他一套气能的蓝量消耗是固定的嘛 21级现在已经是一拳超人了 真正的一拳超人 攻击力方面呢 目前是181加134 300的攻击力 再加上这个475%的一个暴击 我看到 我一拳直接1500 嘿嘿 很快乐啊 这个就很快乐了 是吧 满层的暗灭 然后再加上20级的天赋 这波一拳轮飞对手的沙王 也是轮得非常的爽 但其实这波浪费了好多的输出啊 产生了好多的这个伤害溢出 打完这波以后呢 对方人基本都复活了 而且上只有上路的兵线 没有中路的兵线 他们这个阵容拆塔的话呢 又不是说非常的快 所以选择是先回来 把中路的兵线带一下 看了一架神符并没有刷新 那么这个时候 海民身上的经济是17200 对方的死灵法15800 哎 你这边被抓住一拳轮飞 可惜了 差了一丁点的血量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海民轮飞了以后 马上这个屠夫的腐烂加咬 就带走了对方的死灵法 差了一丝血 没有能够去完成 这一拳头的击杀 那打掉对手的死灵法以后呢 隔几个直接中路 冲上对方的高地 下一个装备呢 也就是力量跳 在拥有力量跳以后 这个海民的攻击力 大概可以达到350左右 哦 这块队友的这个 祭品上来了以后啊 有了祭品以后 这海民的攻击力 是直接达到了380多 除了刚才的祭品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我看见有一个 给它加攻击力的 它攻击力一下 特别高 是开了摔脚行家以后吗 还是什么 我刚才没有看清 没有看清 这个祭品 现在祭品没了 祭品大概应该能给它 加个三四十 差不多 能加个三四十左右的攻应该是 这块海民雪球滚上去 被对方捆一下 那么海民这块 这块虚空给了一个大招 风行开大 然后一顿风光输出 海民一拳轮飞 没有来得及去 开自己的三技能 这一波海民有点扛不住了 被对方直接强杀 打掉 打掉了以后 自己的队友 在对方家的高地上面 这个80多秒的复活时间 感觉队友能打得过 这几拳上 你这个伤害好高 轮死一个 然后转身 无妖这里一个大招 加上阴星灵士 再加上一个挪娃 带走对方的杀王 打完这波以后 对方两个人选择了 买活 那么队友这波进攻 应该也就结束了 我们稍微加点速 等到这个海民复活 好 这边海民复活 25级的天赋的话 就是12%普攻出发 海将神拳和 减八毛雪球CD的话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左侧的天赋 更加实用 这个一般情况下来说 是更加实用 但是右侧天赋 它好玩 对吧 你架不住它好玩 所以我个人还是推荐 大家加右侧天赋 就算是一场比赛 你可能平A只触发了一次 就比赛结束了 那它也好玩 对吧 重要的是好玩 我们平时玩游戏 功力心还是不要那么重 那好玩是最主要的 这个时候海民 现在身上的存款 是有2260块 还是买不起力量跳 那么出来先逛逛街 出来先逛逛街 变个雪球 清一下冰线 由于没有15级的左侧天赋 这个清冰线的速度 还是有点慢 那么等一等 看一下对方 这波应该还是讲 再出来荣誉一波 那中间是一个死刑法 漏线 这里一个捆 捆住了 再一个大招 虚攻一个大招 但是巫妖 给了一个非常nice的兵甲 迷团跳拉 直接拉住对手两个人 完成了一波完美的团战 海民这波卖的非常的成功 而且现在有4000多鞋 我一个雪球滚上去 结果屠夫一勾 勾死对方的沙王 根本没有来得及 等到海民 但是我这里又抓到了 一个小可爱 对方的死刑法 这波被打飞了以后 开启自己的二技能 但是呢 好像没有多少回复 我下一拳的CD马上好 你下一个优魂护照 CD还没好 对不对 我这里直接一个雪球滚上来 等会好像有点不对 我跳到能出来吗 没出来 没出来的话 我向往回走一下 路过一个小可爱 一拳轮飞15202 Nice 直接打掉 又是没来得及 开自己摔角航家的一拳 这里跳过来 摔角航家一开 然后开始追着对方 现在攻击力217 加油42 然后一拳轮飞 直接击杀掉对手 那么这个摔角航家 开起来以后 这一拳伤害还是有点高的 这个地方 马西说了一句 什么你哪来的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好了 在这一拳打完以后 我记得海民的摔角航家 应该是不会显现在 我记得他的摔角航家 是不会显现在自己的一个 这个攻击力里面的 那刚才他加了那170的攻击力 是哪来的 我怎么这么迷茫呢 有谁会给他加攻击 哦 马西给了他一个剑体术 对对对对对 我把这个给忘 我把马西的剑体术给忘 确实是云玩家 云玩家加云姐说 好吧 那么不管怎么样 这场比赛 海民在这波呢 也是准备回来 直接去拆基地了 对吧 这里还说一下 对方拉比克偷到的 这个徒步勾子好长 那这边海民上来 截住对手 然后呢 哎 好像能变来得及变雪球吗 赶紧变一下 滚出来以后 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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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没打着 没打着 那就没办法了 那这波没有拿到人头 最终呢 那这场比赛的海民的数据 是定格在了24杀 两死13助攻 那话说 有的时候 这个场上有些技能 还真的是反有点慢啊 经常不玩 常年不玩 那最终海民24杀 两死13助攻 输出方面是打了足足3万5 本场第一的一个伤害 在己方的成伤方面的话 他也只比这个屠夫 少了大概3000 大概少了3000 39000的成伤 但是这场比赛 他只死了两次 而且有24个击杀 还有13个助攻 这个数据 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不错 那这场比赛的分数 大家也可以看到 是一个超凡和这个 万古的一个高星 超凡一星到两星 然后到万古的高星的 这样的一个分数 单排的一场比赛 绝对不是什么虐赛局 对吧 好了 那么这场比赛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桑果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 以及我又忘记了的 球点赞和投币 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 可以点赞投币支持一波 感谢各位 一天今天给大家两更 主要是因为 托普三的那一局比赛呢 我自己看完了以后 感觉意犹未尽 所以干脆就再给大家 多更一期 让大家今天晚上睡个好觉 好了 下期节目见 摸摸大